消费税明年起调涨 促使更多民众希望赶在年底前完成装修的工作 业者因此发现这期间的服务需求增加了至少两成 但人力和物力成本的不断上升 让装修公司面对压力 预计将推高接下来的服务价格 这间公寓单位的陈设多数都是特别定制的 装修工程在拖延了两个月后终于完成 负责装修的公司表示 延迟交工的原因同疫情期间缺少专业的分包商有关 业者表示疫情爆发后 装修业的人手大幅减少 他们一部分已经退休 还有客工在疫情期间离开本地 除了人力问题 目前不断上涨的材料价格也严重影响本地装修业 水泥和钢铁增幅分别达20%和50% 有业者预计明年的装修费用可能上涨约两成